為了今天頂來劉社族群的負擔 第三頂公署 每年都會基本化學社會救助牛的活動 今年南大管政府約到正義大學來合作 在現場設立黨委來調查及收入口 和中間收入口生活的狀況 希望不僅是要暫時改革 應劉社抵抗的困惑 也要替代了解原因、提供協助 第三頂公署每年都會向行政院 農委會進出社會救助牛 來劉社抵抗上來劉社族群 今年準備到24檔的白米 還會有2500號家庭受費 主山政公署今年112年的 救濟糧的公糧的一個發放 發放大概包括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以及低收生臟 中低老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大概有2500多位的一個鄉親 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個救濟糧的發放 我們大概有25噸的一個救濟公糧 那也很感謝我們政府能夠發放這些救濟民 即使與我們的鄉親 能夠做這樣的一個補助 驕江町來平安地區的有些民眾 造成雲南兩補助比較不方便 公司也跟理長合作 讓平安地區的鄉親 可以住近地利辦公室任何處 針對比較偏遠的地方 我們有考慮到 總共是有11個比較偏鄉的地方 針對的是我們銅頭地區 福州地區 那這幾個地區呢 11個里我們都是直接安排 在他們的里辦公室這邊 直接來做發放 這樣他們也不用坐車勞頓 跑這麼遠到公室這邊來靈敏 關府小樓層也跟正義大學合作 在現場是李大未來了解 有些民眾的生活狀況 希望在未來可以提供更實質的幫助 有關於中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的 這樣的生活狀況的一個調查 那實際上說 能夠更切合時期 包括他的就業情況 可以就業文化就業的情況 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能夠深入了解 讓這個我們一個 低收中低收入戶的一個人數 急劇的一個減少 這才是我們一個 福利社會的一個正面向 應該要走的一個方向 那也很感謝縣政府這邊 能夠做這樣的一個調查 讓我們祖山鎮的一個鄉親 能夠發表他自己 他的一個看法 雖然這是簡單的目標 也要是讓郵士民眾的心態 都很感動 希望祖室可以為郵士做的 國內驚慶生活的負擔 記者先要差不多